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不会挣扎 难道没有情感的东西吗 有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老师 我这个也有体会 我不是挣扎老师 您知道我其实更多的是伤心 我挺难受的 伤心什么 是你坐在了那个位置上 不得不坐 还是因为他犯了他 更多的是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你不理解吗 他有欲望吗 他喜欢吗 他想做吗 他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吗 他贪婪吗 他要越来越多更好吗 他要满足自己所有的权力或者什么的欲望吗 就是肯难受 就是因为这点就觉得肯定 就挺难受的 我真是有时候觉得就是 就是因为你其实是来的时候 事实上是准备放下的很多很多东西来的 那么其实我到今天也认为 在这个道场不应该是说的是 你因为在外边很多没有满足的东西 你到了这个地方来获得一份满足 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你满足的对象不同而已 但是你那个满足就是一样的 你追求肯定是一样的 你只不过追求的目标不一样 在这儿甚至你还追求成佛 或者追求一个追求一个 我有很多的将来 我有很多的追随者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都一样 你们已经很了不起了 因为从你们辞职 你们辞去你们的工作 走进这样一个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是在一个角落 是个名不戒精壮的 不齐也的 根本就算不上公司的公司 对你们这些说在外企 或者是正年薪的这些人来说 我觉得你们 因为你们走进这个公司的时候 在世俗人的眼里是对你们不屑的 就是没有说 因为你进入了一个公司 说这样一个公司 在这儿工作 世俗人会更另眼相看你们 觉得你们 哎呀这个人会飞滑腾打了 这个人会了不起了 将来会去拍你马屁啊 说这个人了不起啊 我相信在你们以前的公司的眼里 他们会说 王伟现在在干什么 在什么公司 甚至德西说 那个德西去了一个什么公司 辞了职 小少爷说 小少爷现在在哪 我相信包括少年可能都在问 那可能少年说我在修行 他不会说去一个公司在工作 他是会说修行 我在一个地方修行 那甚至他会不会改变 他的公司的名字 甚至一些他的 他的有些他的联系地址等等 我是举个例子啊 我这个可能他有他的下巴 这个不是 就是对你们来讲 因为世俗人对于看法 他总是拍高支的 他觉得你既然辞了一个公司 那你进入另一个公司 那肯定是这个公司更高 是不是年薪更高啊 是不是你公司更有发展前途啊 你在这个公司有什么 那世俗人肯定有种种角度来看你们 是不是 那你们今天走进这个公司 你们没有想那么多 说句老实话 那么可能是你们在其他公司 或者你们经历了很多 或者什么 累了也罢 歇着也罢 但更多的是因为你们喜欢佛法 你们看到了这个里边 你们可以修行 你们可以去在佛法里边 还能够受益 那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其他的有其他的那些英语啊 那是另一道别 当然说在这儿 你们可能真的不是名利 因为对你们来讲 你们 你们已经 你们持了名利的东西来到这儿 你肯定真的不是名利 知道 你真的不是 但是呢 你也雅加活口 有些东西是需要的 比如说经济上的一些东西 有些比如德行 就是说 需要 那是种需要 对你们来说 你们其实内心深处 并不是真这些东西 只是 但是你们的 从其他公司的 在其他公司 你们养成的那些习惯啊 那些习气啊 那些东西 肯定会带过来 因为这个 就算你不真的 也是你的习气啊 哎 或者是 你们来到这个公司 那么这是完全的 那你们 从你们内心 只是把这个当稻草 因为它跟其他公司 开不一样了 这就不是公司 对你们来讲 你们是把它当稻草来做 包括每一个辞职 那在稻草 你们会有另一种态度 面对你们的碰撞 那是指示这种态度 但是如果你最后 搞不清楚很多东西的话 即使你明天在这个公司 待了一段时间 你走出去 你回到其他的公司 你仍然会以前的样子 因为在稻草 你改变了一个方法 到所有人跟你聊天的时候 碰撞你的时候 你会说 那我会培养一个慈悲心 那我要 我要是 我要去反省自己 不管人家说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修正的法门 你知道 你把这个碰撞 变成了修正的法门 所以 十学弟们之间 不管怎么碰撞 到最后大家 还是能够交流 还是能够最后 缓解过来 没那么 因为没太多的 利益的真的这种冲突 比如说 你高了他爹 没有人比较 大家都一样 在这儿 你说 你扫地的也罢 做重要的说事 去打电脑也罢 你是管这个也管 大家都觉得 最起码在所有人 这个眼睛里 是平等的 目前为止 所以没什么可比性 都现在 就是说 你两个说是这样 也就这样了 就是大家就是平等了 在这儿都是花财平等 但是有些东西还在呢 要去 不是说你冲突的时候 有定理是要看清楚 最终放下很多的结 就是真的是 不是说有东西放下来 你改变了 没有东西可改变 看透它 看清楚 就是放下 就是把它放下来 就是解脱 你一定要看清楚 否则一定会重新 以后还会反复到以前的状态 我相信你会有些东西 我刚才问的那些东西 就是里边 其实不断地在碰撞 就是问题有存在 包括说里门眼巴 或者是那些东西 有时候有存在 是新生吗 大家有不熟练 这些东西都存在 你看到的问题都在呢 我知道 您其实在一直奔一直奔 就是一直往里走 一直往里走 让我知道 让我知道 其实这些存在的东西 就是存在 但是跟我一点关系 不影响 根本就不影响 但是你该怎么做 还要做 但是跟你没关系 没错 是吧 你做只是个游戏规则 游戏法则 你选择做游戏法则 得罪人也罢 还是别人说你好也罢 改了也罢 那只是游戏法则 对 但你的心里边是没东西 没关系 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是 但是而且 当所有的错的时候 就是说 那你发现 大家是有的地方是错了 做错的时候 你怎么能保持你的慈悲 这个也是问题 对 你没知道他错了 你没知道他有些东西 他就是饿了 他就是不善 他就是有点邪 他就是有些东西 而且是你想象不到 他会那样做出那种事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保持慈悲 那一刻 你的慈悲从哪生出 这个地方 就是说 你从哪个角度 你的慈悲是要有角度的 因为这个角度看不起 你才能生出慈悲 你要认为他是恶的 你怎么能生出慈悲 你定义他是邪恶的 你怎么能处出慈悲 老师 就跟你没关系 那不代表你慈悲 知道吧 对对对 老师我就是在这有个疑惑 就是说 我一直认为这个慈悲 不是说你要说的多好听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一直觉得 其实就是说 在整个修正的过程中 如果对空性确实是 了得越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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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一定会出来的 这个慈悲 是 但是这个慈悲也可以修裂的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 我告诉你 说你把他看成一个病人 他真的得病了 医者人心嘛 你看到他的病 那一刻他是失控的 他是控制不了的 而且他的痴漫也爆发 而且后果他都不管了 等等 你看到 可能你会心柔软 最起码你不会冷漠 知道吧 那剩下 从另一个角度 其实随着你空性的领悟 其实是没有四地的 对 那你是其实 永远 你看所有的人 是俯视的 就这样子看 真的就像 你这样子看着 所有的人 都像几岁的小孩子 他就在这条路上 在生命的 在人生的 你这样看着 他就在这个世界走啊 他很艰难 每个人都走得很艰难 不管他 暂时的得意也罢 暂时的受力也罢 暂时的快乐也罢 你知道前面就有陷阱 他一定会至少苦果 你看到他的一生的时候 你不得不慈悲 你只看他的局面 你只看他一件事的时候 你慈悲性升不起来 但是你看他走过那一条路的时候 你怎么能不慈悲 每个人都非常苦 他的心漏历程 他的心漏历程 他是怎么变得这么邪恶的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创伤 有些都行 他才变得这么的 这么的邪 当他惊恶的时候 他又改变不了 又瞧整过来 然后继续在这条路上滑下去 然后呢 他会被别人去碰撞 人家有的人就不慈悲了 有的人会杀戮他 有的人会伤害他 他会不断在这种伤害中 真的变起鳞伤往下走 你怎么能不吃对 因为你帮不到他 你也真正地看着他往下走 你帮不到他 你那种慈悲些才会 因为你帮不到你生气 就像你看着一只 看着一只小动物 确实流着血壁裂着 打着左个空右个空 在那条路上奔跑 而你帮不到他 你为他包扎 连包扎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会信任你的 你想给他把那兔子带住 给他包包腿 把那些伤口给他裁一下 他以为你也是猎人 他已经受惊了 他以为所有的人都在害他 他会罚你 你要是抱他 想给他包扎 他翻口就要你一口 因为他已经在那里 伤得太厉害 他已经被变起鳞伤了 你希望他相信你 希望他相信谁 他只能自私 他只能自顾自 他已经受伤受的太多了 他已经把自己 完全的包裹起来 所以当你看到 每件事情发生的本质的时候 你怎么能不自为不可怜的 看着他就很可怜 你只能帮助他说 他奔跑 他留学 他这样会死的 但是我现在去逮他 他肯定不让我包 是不是 我去逮他 他肯定会咬我 而且还不让我包 这样但是他会留学死的 那你会想办法呢吗 你会说找个什么陷阱啊 什么汪啊 先把他网住啊 先慢慢的把他安静下来啊 让他安静下来 你再一点一点 把他治疗伤口啊 再把他止血啊 再把他治疗伤口 慢慢的让他产生对你的信任 然后再给他讲法啊 然后再给他塞规一啊 再给他操度啊 你需要这样子吗 慈悲性是因为了解生起的 如果了解你慈悲 那些东西思泄出来的时候 好像像在这个世界 像一种爱一样 像一种爱 我们对人性 对很多人的 你越了解 你越慈悲 而且他是连贯性的 他每一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 表面上没有什么 好像只是他喜气欲望的爆发 其实他在前面 他如果一旦他做的很极端 一定是受过惊吓 受过伤害 在那一刻他受伤了 受创伤了 那么你如果找到那个症结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可怜 每一个人都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何苦 有的人极端的知识 很自强 是没有人帮助过他 从来没有人帮助过他 他要强啊 他自强 他显示自己 他要什么 是因为他 从来他没有得到过别人无私的帮助 他从来没有借过这些东西 没有借过无私的爱 没有 从来没借过 他的内心已经 已经受伤了 已经 已经封闭了 就拿成风了 就拿成风起来 已经自闭 自闭 那要走下去 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就是那样子 一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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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去 但是不管我们再可怜 不管我们这个人看到每个人再可怜 那在这个人世界是有人世界的游戏规则的 当明天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在同时坐在一条法床上 当我们的公司在完善了制度的时候 那有的人可能做出一些不合乎公司条例的事的时候 即使他再可怜 那该承受的过他要承受 即使说因为这件事 这个人可能会下 被监狱 接管 甚至被枪决 那也没办法 即使他再可怜 因为他干了杀人的事 他就要承担果报 每个人要给自己承担后果 包括在六道的轮回里边 还有包括在这个世界的游戏法则里边 你要做你就要有承担的勇气 你就要该承担就承担嘛 其实修行人也是 既然我做了 那么我就要承担 他带来的后果 要有这种接地 我今天做错了 那我比如说这个公司我贪污了 或者是我怎么样 那病人发现了 人家说出来了 那OK 那我认了 你不要去恨人家 那个说出来你的人 你不需要恨 因为你做的时候 就有可能去泄露 就有一天可能被人发现 如果一天有一天被人发现了 那么OK 可能这个后果很严重 可能被派行 那么去接遇 度过你的余生 这就是修行人 你该面对的东西 这件事情你做了 那么就承担它的后果 这也就是修行人 知道吧 因为在做那一刻 你没考虑清楚 做那一刻你侥幸了 你认为没问题 做那一刻你没考虑清楚 如果他不暴露 没问题 你继续按这个世界 游戏法的走向 如果他暴露出来了 出现了问题 不管问题后果多 也就有余承担 自面承担 不要去抱怨 不要抱怨社会 不要抱怨 谁和不和人情 或者什么 人情冷漠 或者等等 都不是一个修行人 该说出的话 承担就好了 是你做的 那一刻我没有控制住 自己的欲望 是你做的 所有的后果 自己承担 临国之父 学会承担 也是还在修行的道上 没问题 即使说 最后苦难来临 那自己承担 苦就苦呗 不要抱怨 不要把那些苦 切移到别人身上 等等 直面吃就承担 担当好了 辛苦 辛苦也担当吧 人家别人说你 骂你 或者是你自己 有些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有 不管是你出现问题 没出来 人家别人说你 从不同角度 人家看不起你 或者想起你 等等 不管伤你自主 伤你什么 要学会承担 要认 不要去 撑恨啊 报约啊 这些东西 都不是修行人 应该有的 可以做任何事 你可以 但是有 要有胆 要承担 承担 每届是带来的因果 这就是修道 因为习气欲望 我们不可能 一开始就进了 我们是带着习气欲望 在这条道上滚 走嘛 那么我们犯错误 也是避免不了的 在这条道上 不是说我们 从一开始休息 就没有错误了 那可能一路走下去 都有错误 不断地犯 那在犯错误的过程 就承担就好了 既然你生 如果甚至你 生殖因果的时候 你为了不怕麻烦 那就不要去做 一旦你做了 那就承担 一旦做了 你说黑暗蜘蛛的 你做了 露出来了 比阳光下露出来 那就承担 很多事都是 感于担当 那我这件事 就像得令的时候 好老师 这件事我做了 OK就不要怕大家骂 你做了 比如说 哎呀 我最后我做了这件事 我不做还好 不做还没人说 做了 所有的人说 这个不好 那个敲毛病 但一旦你做了 那也是承担 不怕 我做了 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 那为什么别人不做 你既然承担 你出来报名 我做这件事 那么OK你来做 那说 我也说 我信任你的角度 你可以做 没问题 那么你就去做 那做的过程 别人说 那就是别人说 说让他们说 没所谓 那就叫 也叫担当 有这些东西 出现的时候 有担当 有承担的时候 你才叫大丈夫 你的气量就会大 心胸就会开阔 你才能做红法子的大事业 你才能喝的如来假业 否则你们说 我要红法 我要去成就无上正等政绝 功德圆满 这也不就是个嘴上个话 你拿什么来带 一点点小事都担不起 你拿什么来带 一点委屈都担不起 拿什么来带 怕别人说拿什么来带 怕别人说 天下来指责你 只要你坚持真理 怕什么 你认为真理就是 不见得每个人都理解了 就是一个修行者 修正者 远远超过了君子之心 都不是一个君子 真的是大丈夫之心 一路走下来 就是大丈夫之心 一旦我决定做 就开始担当 一旦就开始担当 什么都没问题 任何困难 所有的一切在这 一旦我决定做 我调过去 那都是定理 别人的邪言 这些东西算什么 我可以听 但是不会影响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走下去 我的目标就是 成就正的这一局 无上正的这一局 战胜不了自己的烦恼 已经算是 我们是最大的困难 自己的烦恼起来了 烦恼起来 克服不了 剩下的算什么 自己的 因为自己烦恼 控制不了 是有绝受吗 是难受吗 别人这些东西 真的是 都不会在意 清清楚楚 条例分明 该怎么就这么 怎么别人一句话 两句话都影响到你 在人道 就按人道的游戏规则来 在星星上 自灭成当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什么叫善巧 还有一种善巧 就是当你发现错了的时候 如果不是危害很大的 危害到猴法了 危害到 那么善巧就很重要 你推二说 你怎么说 就很重要 直接说你是不对的 你怎么能这样子 就是 那马上这个人 就让他再有地理 他可能就觉得 亲在耳刺耳 那你说 那你说 可能你觉得 我认为这样 这个角度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呢 你先不要说 你怎么这样子 你就说 我觉得这样子 更好一点 你先把你的东西 表达出来 你觉得呢 他肯定听完你的 他就觉得他的不好了 你不是在 指证他 是你说你的 你只说你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 更好 他说 不行 我觉得这样 那你就再交流 他说认可了 你还需要指证他 他已经改了 这就是善巧 就是说 你的有时候 说话的方式 有少说 巧识 也词太犀利 用词总确 也词犀利 这个 这个巧识 就是鸿窍有声 这个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 就 虽然你 即使你说出了真相 别人都不会 觉得觉得有点 就是里边缺了一些 人情外 人情外的东西 缺了一些 关怀爱 缺了一些东西 这是善巧方面 你不够 就是言词的善巧方面 这个就是改变一些 我记得老师 像自龙哥 那个佛教室 他有一课拿出来 让我们几个人都写一下 是 我就写了一下 大概我的字数 龙哥说 你的字数只是老师的一半 但是我后来 因为我当时还觉得挺好的 你看我这个 能两个字说的 我绝不用三个字 一个字说的 我绝不用两个字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老师不是啊 您知道吗 就是我后来 我就又拿出来 我的和您的对 就比如说 我把我自个儿 就读了一遍 我在拿您的 再读一遍的时候 我就发现气不同 真的是气不同 我那个就是 剪接 那个气就好尖啊 但是您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字数是多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 你读完了以后吧 就是这样 像春风一样 然后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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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了 嗯 就是 就抚摸了 抚摸了一圈 就抚摸了 抚摸了一圈了 因为我就发现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 就是要这样子了 就是那个气不同 因为这个东西 给别人看的时候 是调胎的心的 这个浮教师 拿来调胎的心的 那我那个可能 他就看了 就不像您那个 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呀 就真的是 抚摸了它 就是很爱抚它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那种感觉 我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东西做不了 确实 也不是 这是你的角度 那你写出来 是你的角度 那你度 你与你有缘的那一部分 有的人他就不喜欢看这些 他就是一定要很精确 用词啊 就是他是完全活在意识层面 有些人很冷的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哲学 思想这样 他的心是不斗的 他们心 他不需要你抚摸 你知道吧 有些东西你抚摸 你不需要你抚摸 但是他的思想 他必须这个用词要很精确 你给我说用词 你说东西 你用词要精确 语句要解练 他就看这些东西 在文字上 他就不需要你这样子 揉来揉去的 他不习惯这样子 只是每一个人习惯 有的人就习惯这种 就是说你的口吻啊 或者是你比 但是也是个角度 就是说比如说 有时候写东西 那我有我的角度 就是说你永远站在一个 就是高度往下写 对 在高度 不是说你的文笔多好 但是你永远在俯视 就安抚他 就是说你通样 你本身你这句话 你可以直接写出来 就指责他是错的的时候 你先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文笔 突然我会去想 你应该是先肯定他一下 就是说你再然后慢慢 不是说也后边没有 但是什么也不是说 就是说然后本来一句话 应该是直接就成熟的 我变成问句 让他去自己想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态度 这个就像当时我来做那个视频的那个小题目那样子的 就是我我知道了 而且我明白我那个那个东西是 嗯 也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有些东西也不需要说刻意说去瞧这个改变 明白自己的态度个状态就行了 嗯对 可能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人会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错 这个是真理来的 这个也不是假 但是站在佛菩萨的角度看 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他是可恨他是可怜 正以如此我们才要出来 这个因为他可恨又可怜 他才需要你才能成佛 否则没有众生 哪有佛 他能怎么样呢 他又无名 又贪着吃麦一大堆 又迷茫 他身体又不好 他能怎么样 他什么也没有 他看不清楚 你要他怎么样 他没办法 他是那么的无助 他没有你拥有的东西 然后他那么的茫然 他那么的孤独 你让他怎么样 但是看见了 这就是个态度了 就是不管我们有多大的难处 就是说你今天很难 你连锅也解不开了 连米也没锅下 没米下了 但是有人坐在你面前的时候 不管他是什么音乐 坐在你面前了 那不一样 那你的态度就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要拿出来 难处是难处 我们可以说摆到桌面上很多很多 但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到这一个 就这一车八百平米 聚着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冷漠的 我们是不是麻木的 我们是不是漠不关系的 我们是不是走来走去 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想啥 你们有没有说 从那个公司 从那边走进来 今天今天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 你根本没有关注过任何人 而且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活的 你关心过谁呀 你们知道任何一个人的状态吗 他开心不开心 他烦不烦 他休息出现什么问题了 他家里怎么样 他身边的人怎么样 他需要帮助吗 就这么点人 你们要普度众生的 做备手 就这些人 你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的 有的就是 你们的角色 就是一个名字 那叫新华 新华来了 澳门来了 会霞来了 德西进来了 你知道新华今天想什么 你们知道他们怎么活的吗 你们关心过谁 了解过谁 除了你们头脑的 很多问题以外 除你们内心 除了装着你们自我的 我的家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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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 剩下的 他的你问过吗 我还烦呢 我还没搞定自己呢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绝招 就是说当你出去这么些人 你都不知道 你还不做什么 就这点人 你都没有关心过任何 你都不是 这个不用神通的 你知道 当我都会想 比如说 就是我进来 他出去 就是这样 他侧阶一过的时候 你就差不多了 因为你的心是柔软的 清静的 你的心永远是 每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 你的心是很柔软 很打开的时候 他过来 你能不知道他的状态 还需要神通 然后那一刻 你心里永远没抓住你自己 他过来的时候 你看到他 你怎么了 脸色不好看 你难受吗 因为你马上就感觉到了 就是插接就在那楼道 走过来走过来就OK了 你就关注到他的状态 你说不说那是你的事 但是他有没有状态 你心里很清楚了 这不是刻意的 是你的心 每时每刻在敞开的状态 每时每刻安住在自己 而且每时每刻又柔软 又爱在哪 你都爱个柔软 每时每刻放在哪 不管他成 你从来不说 他成绩对你怎么样 他未来会对你怎么样 他可能是 来了就是几天过两天就要走的 你不会想这些的 在楼道碰到的时候 这就是这一刻 就是这一刻 没有其他 你管他是来自于哪里 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们这个不是说 要你盲目的去热情 盲目的刻意的 明天我带着一个人 就看他的脸 带着一个人 我就关心他一下 这样也就挺麻烦 是你的心那种 放松柔软 那种状态 就导致你 我们的楼道 永远不会那么冷漠 不会冷冰冰的 那个楼道 永远 有一个人走过来 那个楼道都飘扬着 一个温暖的风 反正这时候有一段时间 我没来 我来了 觉得那楼道冷冰冰的 我就是这种感觉 我经常觉得 觉得我们这个过道啊 好冷啊 就那种感觉 去年的时候 我是突然想起来 跟你们聊一下 那说明你们的心啊 那是你们走来走去的地方 竟然那么冷漠 那不是冷漠 甚至是冷冰冰的 有时候我进来 进这个门 就会感受到这个场 有时候我说冷漠呢 有时候是麻木的 那就说明你们的心态就在那 有时候 刚开始白日足迹的时候 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一下吸一下 不定 现在定了 哥俩天还流来了 哥俩天这个来了 就是那种冷漠的 不碰撞了 冷漠了 碰撞的时候 还有点激情 就是那样 就是你们已经习惯 这样子生活了 你们渴求爱 温暖 渴求什么 但是恰恰忘了 都从你那出来 你从来不关心 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活法 你怎么能够来到爱呢 每个人都是这样活着的 只管自己的 每个人只管自己 那怎么可能来 爱跟温暖 从哪流淌起来 管自己没问题 是你的心 我就是说有一个状态 有一个心态 摆平了 每天平和 洋溢着 就放松 放松平和 让自己的心 慢慢充满阳光 然后充满柔软的东西 带着微笑站在那 你走来走去的时候 你不用刻意地去问他什么 你就觉得你的爱 你的温暖就流过来了 就那么简单 那我们这个公司 就温暖得不得了了 还用你说什么 你进来大家就觉得 哇好温暖 你们这个公司 永远是摇光的 外边下雨 英语连绵 我们公司里边是 就是充满花开的 大家都是同利 同利 找的不一样而已 差不多 同利互相关心一下 有时候 不是我一定要什么 有些 让你们的宝贵的爱 流出来一点 温暖露出来一点 不用刻意 不用刻意你爱谁 你们心态摆对了 其实有些东西 大家就交流起来 其实也没那么 所有的事情就变成了小事 你心态不摆对了 所有的事情成了大事 小事也变成了大事 大家就是态度不对 很多事情没问题 很多事情不会导致互相意见的 其实是 那个说事情时候 那个态度让人受不了 很多人就觉得 甚至到最后有一天 大家可以互相有看 没问题 可能做网络的不见得会卖东西 人家在那来顾客的时候 比如说你们不见得会 会站在那会 会派人家网卖东西 大家 大家的层次不齐的时候 不想弥补 不想补救 更多的是 他这一段没做好 我来去完成 先不要争谁的功劳 谁的贡献 谁的功德大 你内心知道 佛知道 你要成就的吗 难道佛不会看到吗 你不说也知道你做了啥 你心里知道佛就知道 所以很多东西 是互相的补救 他这一块 出现了漏洞 你去补伤他就要开了 他就是你的兄弟 他就是你的哥 你怎么样呢 如果明天真的是说 有人说 有人确实做得大家都 都引起功奉了 我们你漏洞实在太多了 我们所有人给你补漏洞 补得我们大家都烦死了 机器把他自骂一都 机器说他也都开除出去 也可以 但我们照耀爱他 他不承认 他说我们的事情 你就要开了 也可以啊 这些都是 但是凭你们肯定不会这样 又不那么失败 你们都 到最后只是看 就是魂法 对你们个人 你们肯定都不会做出这种事 就是说 对是 对魂法出现了 影响了 那可能大家 对引起功奉 你说 个人 人个人 互相之间 说有些伤害 什么 这个 大家都能忍了 而且互相成就 就是这样 您今天说的 我就是觉得 这个真的是 要是真的是在那个果位上的时候 做什么都是对的 做什么都是对的 只要是 没有安住在那个果位上面的时候 自我一路头的时候 对 在你没正的果位的时候 你就要住在你的芥蒂上 嗯 那个心每天是柔软不柔软 嗯 每天自己调整嘛 嗯 有时候是很烦 有时候遇到两天 烦躁啊 不安啊 自己确实搞不定自己了 能顾得下别人 真的是自顾不暇的时候 我们也允许 不是说一定要 你都自顾不暇了 还要你去爱别人 帮助别人 这个不是假假的嘛 真的是 是吧 但是大部分时候 我们还是比较平和的嘛 嗯 就是说当你走到这个楼道里面的时候 走到每一个家的时候 看看自己的心态 有没有成熟 是不是像冲锋吹着一样的 轻松的 很缓慢的 自己轻轻的走过去了 很温暖啊 很充满的阳光啊 自己 嗯 要尽量 就是经常要保持这种心态 我们有很多难处 没问题 大家家里家外的 或者是说 是身边的 自己的情感啊 朋友啊 等等 会有难处 会有困难 但是这个 休息人 就会 就要出这些困难里 能够轻松地 较正自己的心态 这才是休息人 你做的就是这些事嘛 你每天 你做的就是这些 就像谁哪天 谁跟我说 你们这个稻草 修什么法门 也没看着你们做 我说我们修调性了 是啊 人家有的不是稻草 他们说 每天一定要做 四个小时 说你们既然是拜稻草的 那你们那些怎么不做 人家那些稻草 就要求每天 一定要做够几座 做不够几座 就不能算休息稻草 我说我们是修心的 没形象 是啊 人家说 你们还行事怎么修心呢 你都不做 你心能散乱 你都通过一些行事来说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就不用 就算现在你们坐在坐地上 又怎么样 也很舒服 可能坐在那 蛮腿也不疼了 强迫坐在那也坐了 也坐三个小时 你们都能坐下 强迫说一定要坐也坐了 坐完了出来了 拍拍屁股还是那样 过来喝杯睡回家睡觉去 就这样子 明天心态还是那样 所以心情上的东西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的人坐了十年 没什么 他就起码一点没发现 就是腿很软 刷牌 然后而且学会了坐在那睡觉 这就是很多人 有很大一部人这样修的 但是人家腿软也有时候做的身体点灼火啊什么的 人家就有些小毛病就没有了 就是身体比较好 就是那个是身体那些火啊 身体柔软 就是你必须做到 他那种就是说没解脱 但是身体做到一个 就是很软 就是腿软了 气脉比较循环 然后呢很软啊软绵绵的很舒服 很舒服的角度 那个时候呢 有些身体的小毛病啊什么就就不见了 有些小毛病 但是有时候他改变不了自私 然后甚至站起来 更自私了 就是那种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们能从日常行为 生活中 破自己心向的那种结 就是能去这样子的话 能去就像大招呼要承担 这样子修的话 明天一上座你就是 这真的很快的 明天就这样你调心啊 调心心上达到 有一天你突然想做了 一往上一上座 你觉得你就是了 而且深信不疑 那种觉得我就是 而且寥寥分明 你就不觉得那种入地出地 有什么入地出地 身上的摔麻冷脏痛啊 跟那种软绵绵的舒服 没什么俩呀 透就透吧 软绵绵有什么呢 也是个角色 因为你已经这些东西 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就空了 这是快 这是最快的 如果你从生理的绝授上 一点点破 一点一点震 当然说那个时候 这样震过来非常慢 而且当然这样震过来的人 有点神通 就是你追求可以有出神通 气满完全的转化 但是我觉得从心系上 这样子走更快 对你们尤其 适合出心系上的转移 你们都是大根气 大根气是可以 瞧准自己心态的 如果小根气 可以先从形式上 其实最终 性命双凶嘛 就是心系上 跟形式上 是不能偏废的 两个都要有的 但是对你们来讲 从心系上 一个骗注于心系方面 但是形式上也要有 比如闭关啊 将来打坐课程啊 都要学 还要学 还要反复地讲 反复地学 成到就是这样 就做反复的 反复的 反复的就成了 就这样 没什么高深的东西 说来说去 还是那点 就是心系上这些东西 这哥那天自己搞不定了 大家说说又差不多 我哥那天又搞不定了 再说说就是这样 因为天终于搞定了 开悟了 就这样 不用说了 就这样 这就是本来就是了 我觉得你们现在 最终于修到 现在最终于修到什么 比如现在我们明天就死了 你们会生性不移 你们不会躲 我觉得你们都有信心 觉得我会去极乐世界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 好像极乐世界 对你们的门市敞开 但是你们还有一点点 就是说 因为政量上不够的话 如果假如今天 从这个道场走出去 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是 如果出去了 明天 假如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骂我们这个道场 有很多人在骂你这个老师 有很多人说你这个老师就是个模 你这个老师是有问题的 你们那个道场本身就是个有问题的 那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 开始失去信息 但是目前假如说 我们一切安好 没有人说是什么 一切我们 你们目前的信心是 假如明天我们要往生 你们绝对 你一直认为极乐世界的大魔 就在那边朝你开着 你们会有这种信心生起来 知道 但是你们就 目前这种状态 你们走出去 如果有人否定 有很多人否定 你们仍然会迷茫 有的人会迷茫 会觉得 好像人家说的也有道理 他会引进去解的 说你哪块说的不对 批评你的视频 批评你的网络 批评你 你就不是那样讲的 搬出经典 你对对 你看看 你也说的是 有点对 是 好像人家那个老师更好 等等 尤其那个老师也是这样说的话 你就就是 哎呀 好像有的甚至清醒 我在那个道场 哎呀 没迷失太久 否则离极乐世界很远 不是差点进错门啊 差点离极乐世界 就迈错 因为有些人会这样 这就是正量不够 你还在 还在摇晃 有的人是正量不够 但是他很相信 他信任 就是因为说 他觉得我就相信这个老师 我觉得他就是那样的 我觉得他不会 不会撒谎 或者不是那样的 等等等等 他因为信任度 他也接受了 他那种 他那种 就是 就是 修到你们自认为没有问题 不是因为相信谁没问题 是你们自己知道没问题 这个时候别人说啥也没有了 你自己就看见那个大幕在那开着 谁说啥也改不了你了 就是在那开着 深信不疑 根子里深信不疑 那个极乐世界大幕就在那 我就可以去 我什么时候是我可以去哪 你一定要修到这个程度 不是因为说有老师在 不是因为有佛法在 不是你就知道你去 你深信你没问题 这个时候就不移植任何东西 自己直接迈过去 没有一丝怀疑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了 甚至带很多人走 当然到尤其在静完以后 关于大丈夫这个词 都有很多奇异 各种各样的理解 那佛教他在如来十号里面 他又翻译 这个先生是调义丈夫 他有什么样的讲度 您能不能给开示一下 就是征服 征服世界和征服自己 一方面 佛是征服了自己的人 调义丈夫吗 首先要调义自己的心 你的心散乱 你瞧不了佛就能 他已经调好了 而且永远保持那个状态 所以你们做男的 很多人说丈夫是男人的事 其实男人跟女人差不多 男人就是 就是女人的另一个 就是说 这个人叫女人 这个人叫男人 男人不是丈夫 大丈夫女人也可以做 男人也可以做 所以不要要求男人 也该怎么样 女人也该怎么样 都一样 都是人嘛 七七六一都一样嘛 那可求什么呢 男人也有做不了的事嘛 也有胆小的时候 脆弱的时候 女人也有 坚强的时候 也有胆小的时候 都有软弱的时候 就是长得不一样 生理不一样 心有啥 有时候很多男的 是要求自己要揭晓 觉得自己应该像个男人 其实就 其实完全没必要 男人就男人 白色就像个男人 你怎么能像个男人 你就是个男人 你的心跟女人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说 女的更细腻一些 因为他生理上的原因 他天生他是做母亲的 他可能要求的 他的角度啊 跟男人有不同 他要求需要的东西 跟男人不同 那你就是个男人 你还怎么更像个男人 那怎么样 你也有软弱 就是软弱就软弱吧 脆弱就脆弱吧 怕什么呢 我们的七七六一 心态是一样的 女人男人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是什么 都是他全世界的 也不那么尽力 他就还有一些 他就能够 他受到最终的 他在最终的 我 我 他 我 好了